8. 《無容置疑》 2015年7月22日富康時代 D05教育心與龐永恩新的《基本法》是像教材套出版 《野來惡評》 教協更指其內容偏頗 教育局則為有多位專家參與製作 因此內容和適用性無容置疑 真的沒有置疑餘地 教育局經常鼓吹批判思考 批判思考的要點之一就是不要亂信專家權威 要小心檢查事實、論據、邏輯 基本法是個具爭議的課題 教材套裡所引用的專家權威 主要是兩位 極度親建制 誰也知道 搬他們出來說明教材套內容無容置疑 豈能服人 且不因人廢言 檢查一下教材套的內容 既得2011年的基本法教材透明發達 二明明有公民抗命的 今天卻消失了 吳克劍局長回應提問時說 兩版本相負相成 但怎樣相負相成 就不明不白了 有例如單元三主題一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內裡強調的是一國精神 措辭是雖然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他一方面要求學生討論什麼是獨立司法權終審權 但還沒解釋司法、終審等概念 便長談人大常委會有識法權 更誇張的是 插圖擺人大和人大常委畫得特別大 並與國務院、港澳辦置於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之上 立法會和司法機關則畫得特別小 排在兩旁 製作者的居心何在? 以未說什麼? 相信距離無容置而一說更遠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有說者是胡適說的 也有說是逢有難冤枉胡適說的 無論如何,今天說基本法是個任當權者打扮的小姑娘 此更妥貼 Pundit at gmail.com 星期三見報